其實今早我在想在地球上有多少人是每一天 對著海發風的呢? 我當然是其中一個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第二個 在過去的年紀 都差不多是每一天來對著海 在自然自癒 當然不是自然自癒 告訴大家 現在正在聽朋友的聽 有時候很少人收看 不過有時候還可以 也有過千人看 視乎標題 Youtube的影片是這麼有趣的 標題越是誇眾取寵 大家比較關心的標題 就會多些人看 跟標題的影片一樣 一直以來 年多前我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分析過了 所有講路的朋友 基本上是有一個good start 一出條片 基本上有很多人會點進去看 無論你說的是否廢話 不要緊的 雖然有時候都是很少人看 有時候我想錄就錄的 最主要都是想跟大家 講一些我自己的心聲 或者是看到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跟大家打打氣的 因為在這個 今年 2023年 我覺得是一個很魔幻的一年 為什麼這樣形容 今年呢 因為呢 又 仍然有很多未知之數 你猜不到的事情會發生 其實 大家又猜不猜到 在大陸現在爆到七彩 當全球開始 就你正常化 又 很多地方 其實說 不用隔離 又不用 某些場合在戶外 又不用戴口罩之類 那些經濟開始復甦的時候 現在突然間 大陸又爆獲金的 那我們最希望當然是 病毒不要變種 因為始終每個國家 其實都要經過這個階段 越多人種 其實是越好的 中原 那些人有 基本的一些免疫 也都是令到 這個病毒 是可以在那個國家 或者是本土 去本土化 就不 就是當普通的傷風感冒 所以呢 在當其他國家 現在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 大陸就封閉自己 名義上就說 保護人 不過不知為何 保護一下保護一下 突然間 放鬆得那麼緊要 令到全個 中國大陸 那麼多地方都爆到七彩 那麼 人命始終是人命 我們都是祈求 就是 和所有的 染病的朋友 希望他們都可以 很快康復 很快康復 和戰勝這個病毒 始終 尤其是老人家 更加要小心 那麼 無論怎樣都好 日子都是一樣要過的 那麼 通關在職 通關之後 會有什麼情況呢 真是 沒有人 沒有人預計到 沒有人知道的 不過 我們都是 希望 今年 雖然是 困難重重 大家都可以 戰勝一切 最重要都是 自己的家人 朋友 多多 關心 大家互相多多關心 尤其是家人 希望 一切 攜手 去 度過 這一個 非常 魔幻的一年 今早的 香港早晨 就 講到這裡 最重要是 和大家 打氣 大家一切 互相勉勵 大家一切 互相鼓勵 互相支持 大家 去 戰勝這一年 OK 拜拜